上午出门不管你踏破什么鞋 脚尸全部费功夫 东北季风和华南云与带东夷分进合集 中部以北和东北部下雨 没可能喘息的 气象局表示 针对台南以北有11个县市发布大雨特报 这道封面呢 也让中部以北掉的高温只剩17 18度 清晨低温落在台中大甲12.7度 桃园扬眉12.8度 发威的雨神会在星期二封面解弱 暂时退假 白天高温呢 也能回升到25到27度 不过星期四 下一道封面接力报到了 预计一路影响到星期天 所以呢 星期六开始的四天清明年假 就两天得泡在水里 周六周日的这两天呢 还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再加上有一些华南云区的冬影 所以说天气上面是稍微比较湿凉的 不过可以看到在周一 一直到周二 东北季风减弱了 然后在台湾附近的水气 也会比较减少一些 所以整体上面呢 就是以东半部 有一些局部的降雨为主 那其他各地 大致是多云道晴 气温也都会回升 虽然星期四 接棒的冷空气威力不强 不会让气温陡降 但雨室还是没打算放大家一马 不过呢 清明廉价的后两天 还是会送给大家多云道晴 不会砸了大家休假的好心情 清明节慎终追远 风雨也走远 华视新闻黄敏慧方 请年台报导 华视新闻看起来 赶快订阅我们的华视新闻 YouTube频道 欢迎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最新最及时的资讯要提供给你